很多人都喜歡使用手機去剪輯影片 這期影片我會介紹給你一個完全免費的 並且功能非常齊全的剪輯APP CAPCAT 無論你是蘋果手機用戶還是安卓手機用戶都可以使用 我會在影片裡面 去手把手的教你 裸具使用CAPCAT去剪輯影片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 以及網路傳染內容 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誰都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裡我還特別準備了一份 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裡面告訴你一些技巧還有方法 去提高你影片剪輯效率 你可以通過影片效方鏈接去免費領取 所以我們打開了CAPCAT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個頁面就是編輯 這上面會有很多的功能 我可以點這個展開 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的功能了 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會有包含很多AI的功能 然後你可以看到會有一個開始創作的按鈕 然後底下會有探索 就是能夠告訴你CAPCAT最近推出一個全新的功能 在底下就是草稿 會讓你看到你之前已經創作好的內容 然後點擊範本 就能夠查看到在CAPCAT裡面的所有範本了 你可以根據這些範本去製作你的影片 輸電夾是需要你登錄到CAPCAT裡面才能夠使用的 這裡會有不同的方式去讓你註冊CAPCAT的帳戶 比如說你可以直接使用TikTok的帳戶去註冊 或是Gmail、Email、Facebook、蘋果的帳戶都是可以的 我可以點這個開始創作 首先你是需要選擇在手機裡面的素材的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素材 在這裡面會提前讓你先預覽一下你這個素材 在底下可以讓你進行修剪 然後你可以點擊右下角去開始新增 像我就加入到了剛才的素材了 這就展示給你CAPCAT的剪輯界面 這上面就是預覽區 這底下中間就是剪輯區 然後最底下就是不同的功能展示 在最上面有個1080P 你可以選擇一下 就可以調節一些畫面的屬性 比如說畫面解析度、畫面的速率、編碼的速率、智慧星HDR是否要打開 然後底下會展示估計的檔案大小 就像全屏預覽的畫面 你可以點擊左邊的這標誌 就可以預覽的畫面了 這會叫大家如果去使用CAPCAT去初剪的影片 所謂的初剪就是 剪除掉不需要的部分、錯誤的部分 比如說這裡面 我一開始在準備拍攝 所以一直到這裡的時候 才是開始正式的說話的 首先剪切的第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拖動它的頭尾 比如說前面的這一段部分 我是不需要的 我就可以拖動頭部 就是去除掉我不需要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前面那些部分 我就去除掉了 而結尾的這個部分 也是能夠去除掉的 比如說在這邊 我就選擇關掉相機了 我可以挪動這尾部 這樣我去除掉剛才尾部的不需要的部分了 假如說你想在中間去做出切割 那麼你可以首先把時間軸去移動到這個部分 比如說這個時間點 我就去看我的文稿了 所以需要刪除掉這部分 我可以把時間軸移動到這個時間點 然後選擇左下角的編輯 然後選擇線性 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我就做出一個切割點了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我再做出一個切割了 還是選擇線性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中間這一段部分 我是能夠去除掉的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刪除 剛才那個部分我就刪除掉了 就可以根據這兩個方法 去快速的進行初剪 去刪除掉不需要的部分 然後你影片素材裡面的每個片段 都是能夠靈活移動的 接下來就可以給影片去加入BRO了 BRO的素材是疊加在我ARO畫面上面的 也就是疊加在我主畫面上面的畫面 還是選擇編輯 我首先需要選擇重疊 這裡面選擇新增重疊 然後就可以添加個素材了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素材 還是一樣可以選擇預覽 進行修剪 然後選擇新增 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就新增了一個BRO素材了 像這個畫面 並不能完全夠覆蓋我的主畫面 我需要把它變大 我可以使用兩個手指 去把它變大 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就增大了 在底下也是能夠對它進行修剪的 比如說移動它頭部 去把它時間縮短 如果需要單獨移動這素材的位置 你需要用手指搶按這個素材 這樣就可以移動它了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素材 對它進行線性的切割 就可以看到我就把它分割出來了 然後刪除掉這個部分 像這個畫面就添加一個BRO素材了 當你在回到主界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BRO素材會呈現在這裡面 就可以繼續剪進的主畫面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繼續給我們主畫面 去加入一些效果了 我需要首先選擇編輯選項 我可以選擇這個特效 在這裡面你可以選擇影片特效 身體特效 還有照片特效 比如說可以選擇影片特效 這裡如果你看到有Pro的標誌 這個是需要你適應到Pro的版本 才能夠使用的 其他的話都是能夠讓你去免費使用的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邊緣發光 你就能夠看到我這人物就有邊緣發光的效果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效果要運用到哪個畫面上面 比如說可以把它拉長 這樣子這些畫面都是有一個邊緣發光的效果了 你是可以給不同的畫面去加入一個特效的 比如說這次我可以加入一個身體特效 比如說我可以加入一個閃電影的特效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加入一個閃電影的特效了 如果想回到上一步 你可以點這個標誌 就回到上一步了 或者說我們可以選擇編輯選項 這裡面會有動畫 你可以看到會有進場的動畫 比如說這個動畫 這是一個進場動畫 你可以調節它時間 就有一個將進場的效果 或者是一個退場動畫 比如說向下甩動 就有一個退場動畫了 或者是你加入一個組合動畫 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這個動感搖晃 就會有這樣子的組合動畫了 如果說你想移除掉影片裡面的背景 你可以選擇這個移除背景選項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自動移除 自訂移除 或者是使用色度鍵去進行移除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選擇這個自動移除 就可以看到我影片裡面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這樣我們可以給影片去加入轉場 主要就是兩個畫面連接的效果 比如說這兩個畫面之間我需要加入一個轉場 我可以選中間這標誌 長按一下 這時候就會跳出一個轉場的選項 這裡面會有很多類別的轉場 給你選擇 比如說疊化轉場 運鏡 模糊 基礎的轉場 光效的轉場 有非常多轉場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去試用 比如說可以選擇運鏡轉場 這個是推進 現在就可以看到有一個推進的轉場了 然後你可以調節它時間 比如說1.9秒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有一個1.9秒的推進運鏡轉場了 然後可以選擇打勾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它變成這樣的標誌 就代表你加入一個轉場 接著你可以加入文字了 可以選擇這個文字選項 你可以選擇新增文字 這裡面就交了一個文字的方框 在底下你可以輸入文字 然後你可以選擇一個字型 這裡面會有很多中文的字型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現代繁體 就變成這樣的字型了 然後可以選擇樣式 比如說這樣的樣式 然後底下可以改變一下樣式的顏色 給文字交入一些特效 比如說這樣子的特效 然後加入一個動畫 比如說可以選擇鏡空打字機 就有個這樣子的動畫了 這我給大家看一下 加入的文字 就有個這樣的效果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 也可以加入貼圖的 貼圖就是這樣的元素 比如說我加入一個這樣的元素 然後可以調節它大小 調節它位置 在我的畫面裡面就添加一個元素了 這我可以添加音頻 在底下有音樂 這裡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種類的音樂 但是我建議大家去使用CapCap裡面的音樂 去做你的YouTube影片 因為這裡面Duff的音樂 是適合使用在TikTok裡面的 如果你使用在了YouTube影片裡面 很有可能會收到版權的警告 所以我更推薦大家去使用Alice的平台 你可以從裡面去找到非常多的500權的商用音樂 可以把Alice的鏈接去放到影片的下方 你可以獲得額外的兩個月的使用期 而現在我就添加了一段音樂了 我可以調整它的音量 選擇音量 把它調小一些 然後可以調節它的位置 也是長按 然後挪動它的位置 你也可以選擇淡化 它就能夠幫你去做出音樂淡入淡出的效果 也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音樂會緩慢的進入 去變為正常的音量 然後在結束的時候 音樂會緩慢的淡出 去慢慢變為沒有聲音 這就可以調節畫面顏色了 我們可以選擇濾鏡 這裡面會有不同的濾鏡風格 你可以直接運用到你畫面上面 就可以快速出現個效果 有一個王家衛的風格 去看一下這種感覺 就可以看到是這樣的風格了 或者是我可以選擇風景 有個冰塵 這就是另外一種感覺了 又或者是可以選擇夏威夷 就可以看到都會有不一樣的濾鏡 只能說我們不想選擇濾鏡 我們想自己調整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調整選項 這裡面可以選擇是否要自動調整 但這是一個Pro的功能 你可以手動的去調整它的亮度 比如說把它變亮了一些 你可以看到我的畫面就變亮了 然後可以調節它對比度 變高了一些 然後提高一下飽和度 然後其他還有很多種選項 你可以選擇 如果說你做出來的影片 你想調整一下尺寸 你可以選擇這個強寬比例 這裡面就會有不同內容類型的 它的尺寸 比如說9比16的 這就是短視頻的尺寸 或者是IG的1比1的方形的尺寸 然後這就是Youtube的16比9 這裡面會有很多尺寸的規格 你可以選擇 所以這樣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現在使用CapCap 也是能夠快速的 去製作影片的字幕的 可以選擇文字選項 然後這裡面有個自動字幕 字幕的產生來源是來自於影片 然後你可以選擇字幕的範本 比如說可以選這樣的範本 你可以選擇要翻譯成什麼樣的語言 我點擊這個英文 然後我可以選擇翻譯成中文 這樣就可以選擇產生了 就能夠翻譯成中文的字幕 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就生成一個字幕了 然後點擊這個字幕 你是能夠去修改的 這裡面能夠讓你去更改字幕的信息 在你所有的製作完之後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這箭頭標誌 你就能夠導出你的影片了 像你學會了 就使用CapCap 在手機上面剪輯影片了 如果你更喜歡 就使用電腦去剪輯影片 你可以看這期影片 我會告訴你 如果就使用免費的剪輯軟體 剪映去剪輯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的這部影片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